嗨 大家好 我是萌萌萌 开门见山人说 相信很多人对于干饭博主 最大的疑问除了怎么保持身材之外 还有就是 胃 伤 冒 剪 吞 念 虽然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行 还有一些比较懂眼的粉丝 都一遍一遍的解答过了 但是毕竟语言是苍白的 还是有很多不太理解 没有关系 正好明明不是二十万粉丝了嘛 我们今天就搞一期特辑 就是从视频制作的角度来说 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剪辑 我们完整地走一遍这个流程 告诉大家每一期视频的由来 一方面可以为我和我的同行自证 另外一方面 如果有香港特辑副业的宝宝 或者说单纯地想要记录生活 拍摄vlog的宝宝 都可以参考这一期 那我们话不多说 换个地方我们就开始吧 美食视频最核心的就是吃了 那如何找到靠谱的美味呢 答案就是 我看谁弹幕在能说一一 美食阿婆也说普通人嘛 如果你们的哪天 手业被什么东西刷屏了 过两天我也去吃了 不要怀疑 我也被营销骗了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点小技巧的 就是拿到这些网络店的信息之后 我会果素在网上搜 叉叉叉店 客户叉叉叉叉 雷看这家店的差评内容 如果我是能接触大家差评的 比如说玩意 人员玩里比较荒 然后比较草大之类的 然后一般就会去吃 今天我们来吃 我目前的拍摄设备是 索尼的ZV-1 MR 所以看出来它真的很小巧 所以我这个五段销售 都可以轻松地把它掌握 入手探之后呢 我的视频主要内容 90%都是由它来完成的 在去年10月份开始 我就在用他们家 上一代的那个ZV-1 换了相机之后 第一期就看到弹幕说 终于对焦了 对焦就是我选择 大家的最主要原因 尤其是打开这个 产品展示功能之后 甚至不用手遮挡 对焦无比丝化 随叫随到 还有就是Mk2最吸引我的 它新生姐的这个 18到50的超广角 更大的焦段意味着什么 拍人脸更小 而且加上防抖功能之后 画面还是不会太近 平时拍Vlog边走边拍 画面也是很舒服的 像我平时探店吧 有时候会遇到那种 特别狭窄的桌面 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个超大的广角 那真的就会只剩下一颗大头 那就是它内置着智能麦克风 可以自动监测 画面中是否有人来 匹配收音方向 把相机对准收入的时候 也可以清晰地收入 我在相机后 甜美的声音 超级饿 超级饿 看着就超级饿 还有一点我觉得挺方便的 就是它可以在录的时候 直接点击这个屏幕 拉动色温 可以把皮肤拍得特别漂亮 一见的白皮 然后这个相机 还自带很多创业滤镜 给你们看一下 我拍的美照 我还有一个神器 就是这个伸缩的小椅子 我跟我说像平时正常吃饭的做好 其实是很难把人头和食物 同时矿在一起 就带一把小椅子 然后坐得硬一点 或者我之前也带过折铁的小桌子 先把我的摊子热起来 你看这就是我平时拍摄视频的阵仗 说大不大 但是其实也是有点显眼的 在这种情况下 路过的蚂蚁都会看我两眼 如果真的有任何浪费食物的行为 真的都是无处遁形的 接下来就是吃吃吃吃 吃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要反着来 比如说很多东西 我们都先吃朝自己的一面 但是录视频就要把最好看的那一面 朝向观众 一切以镜头优先 食物第一口是最重要的 要把最好看 或者最具冲击力的画面 给到第一口 吃到嘴里之后 要迅速品出滋味来 并且进行评价 但是如果没有吃出来 我就再来一口 回家了 留好多油了 然后素材拍摄完毕之后 就要来到我们又一个大工程 也就是剪辑了 我也在这个步骤为大家解答一下 为什么要剪掉吞咽 我电脑打开剪辑软件 我这里用的是剪映 我发现视频的时长长达20多分钟 像我之前的视频 就比如说这一段 它要40多分钟 我们打开视频软件的后台 可以发现 左右一个视频能否得到流量 是推荐的关键数据之一 就是完播率 视频的完播率 就是有多少人点进去你的视频 完整的看到最后一秒 看到最后一秒的人越多完播率 越高系统也就会越多的给你推荐 在视频内容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相对短的视频 完播率肯定是高于相对长的视频的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 但是也不是越短越好 太短的没有内容 太长的大家不愿意看完 那我个人来讲 觉得比较合适的时长 就是5到8分钟这个区间 那还是以内容为主 这个时间也不绝对 一个5到8分钟的吃饭视频 如何能够步不了呢 重点就是把握一个舒适的视频节奏 比如这样一段素材 如果我们从吃到嚼 到咽 再到描述 冗长无聊的镜头 稍微有一点噎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一段长时间的 咀嚼以及吞咽剪掉 接上描述 稍微有一点噎 那就会有同学问 为什么不能把咀嚼剪掉 保留吞咽呢 那么来看一下这样 稍微有一点噎 非常诡异啊 非常诡异 剪辑呢就像写作文 不同的自出限制 会有不同的文体结构 像我之前看显示大赛 有的选手 明明稿子的内容写得很棒 但是表演出来呢 就会有一种很吵闹 很累的观感 这就是没有掌握好一个忌口 一个中等长度的视频 如果全部都是干货 虽然真的很牛啦 但是还是会导致观感下降 给观众一种很累了 上了一节课的感觉 那美食视频就更是如此了 大家都是来放松的嘛 不是来上课的 如果我一直都是在叨叨叨 那观众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花这么多 如果一直都是吃吃吃 大家就会觉得词啊 说词啊 主打一个劳逸结合 然后就是剪一个非常精彩 吸引人的开头 像相机自带的这些电影感 都不大个设置 拍美食的时候 可以触屏选择合适的预讯效果 然后就更有食欲啦 然后就没有啦 那这就是制作一期 美食探电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录制哦 如果发布了的话 记得爱当明明圈为观的哦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啦 下视频见 拜拜 拜拜